小米推出了折疊手機後,徹底改變了折疊手機的市場 其較低的價格對於用戶誘惑力非常大 最主要新的設計中,它具有窄邊框和高綜合比趨勢 就在小米公司發布會的第二天 新的小米折疊手機亮相了,白命名為小米MIX4的 該設備是小米的第一個可折疊產品 並由小龍888芯片驅動,帶有野太鏡頭 內部集成小米自己的圖像處理芯片 MIX4的在機身設計上具有向內折疊的設計 這其與華為和三星的折疊方式一樣 這塊展開後的屏幕具有8.01英寸大小 屏幕面板為AMOLED材質,寬高比為4比3 分辨率達到了2K級別,支持HDR10加顯示 與此同時,小米還為這塊8英寸的屏幕 提供了類似PC端的桌面模式 用戶可通過三指上滑使用該模式 這樣這塊產品使用起來將變得更為豐富有趣 回到折疊屏設計方面,該折疊屏後方具有U型膠鏈 比其他可折疊手機使用的膠鏈輕了三分之一 在內用性過程中,該折疊手機可保證使用超過20萬次的折疊 最大可以折疊次數100萬次 而當折疊手機核濃厚,前顯示面板具有6.52英寸大小的AMOLED屏幕 但具有非常規的分辨率,其分辨率為2520×840 這導致寬高比為27-9,該屏幕還具有90Hz刷新率和180Hz觸控材料率 同時,背部還擁有抗擬大猩猩第五代玻璃保護 在MIX4的背部,它具有三顆後置鏡頭 主鏡頭是一顆10800像素的HM2鏡頭 而業態鏡頭則具有800像素,可以實現長焦和微距兩種功能 具有30倍數碼變焦,和執行80毫米焦距的微距拍攝 據了解,小米首發的這顆液體鏡頭 它由填充了透明液體的柔性薄膜製成 得益精明電機,它可以改變其形狀 就像人眼中的偷鏡一樣,用戶也更不必擔心內部液體 根據小米公司的報導,它可以在零下40度到60度的極端溫度下正常用作 而第三顆鏡頭為超廣角,具有1300像素 廣角範圍為123度 在這款產品的鏡頭上,小米MIX Fold同時還是第一款 使用了澎湃深音圖像處理芯片的產品 該芯片可以實現用型3A算法 包括自動對焦、自動曝光和自動白平衡 這也代表著小米在該領域買下了新的里程碑 談到快充方面,這款折疊手機採用了67W的有線快充技術 可以在37分鐘內為5020mAh的電池充滿電 小米其通過組合2塊2510mAh的電池 實現了達到5000mAh的容量,該機不支持無線充電 小米發布的標準版小米MIX Fold 具有大吸性玻璃和玻璃機身設計 但小米的另一個陶瓷特別版 它具有激光雕刻的黑色陶瓷機身設計 這次小米帶來了全新的折疊手機 期售價定位9999元,還是非常能驚喜的 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內容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